一名身穿蓝色衬衫戴着黑色鸭舌猫的男子 大啦啦直接走进医院急诊室柜台 后面有两名医护人员见状 觉得不对劲紧急拉住他 另一名医护人员拿起木椅当作防护工具 没想到下一秒 这名男子竟然直接转身开始施暴 随后警卫出名压制 虽然整个过程短短不到20秒 但还是让现场医护吓坏了 医护人员遭到无差别攻击事件 就发生在台中市沉津医院平等院区 5月29号上午8点41分 49岁的相信男子突然进入急诊室 及大厅柜台突首殴打医院人员 造成9名被害人表皮擦错轻伤 令毁损大厅柜台的塑胶隔板及立牌 原请现场医违反医疗法现行犯 将向南逮捕依法就办 根据了解相信男子多年前 在院内担任保存工作 后续因故离职 这次回到院内殴打前同事 疑似是侠院报复 你为什么要打医护人员啊 有一些恩怨啊 什么恩怨啊 往事难以回走啊 往事不堪回走 相信嫌犯真正的涉案动机 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后续将依违反医疗法罪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偵办 对于医疗暴力行为 检警绝对令容忍 这次的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Embry